俗哥说电影包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美国的恐怖片 鬼娃回魂的第七部 影片一开场 经接到居委会李大妈的介绍 胡子哥在一家酒店跟大龄圣女龙套姐相亲 龙套姐说 我听说你家里有好几把钱了 以后咱俩要是一生气 你不会把我给毙了吧 胡子哥说不能够 我买枪是为了自卫而不是犯罪 龙套姐说我在网上查过你的资料 你可是有一段不可告人的过去 胡子哥说在我六岁的时候 我的保姆嗝的屁了 之后还有我的老师等等 三十七个人全都进了上地 龙套姐说凶手至今还没抓到 胡子哥说从理论上来讲 那孙子已经交了饭票 龙套姐说大哥 说实话你这人是真好 但你这复杂的经历我真的承受不了 如果有缘咱俩下回子再谈吧 相亲失败的胡子哥灰头土脸的回到家 从柜子里拿出了鬼娃查可那颗已经烂掉头 鬼娃说老弟别泄气 那龙套姐要身材没身材 要长相没长相 根本就配不上你 胡子哥说就因为你这倒霉玩意 我都打了四十多年光光了 今儿我非得打你出出气不行 转场之后 我们的主人公冷淡姐 正在接受精神病院的电机疗法 经过几轮的电机之后 冷淡姐的情绪明显稳定多了 医生忧郁叔说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你恢复的是不错 我准备给你转到中等戒备医院 那边更人性化也更规范 只要你不捣乱 就没人给你过电 来到新医院之后 冷淡姐坐着轮椅 开始到处瞎学问 当她刚来到休息室 就遇到了资深精神病患者刘大妈 刘大妈说 大妹子 我十八岁的时候 跟网友见了个面 吃了个饭 然后就被送到精神病院 人格分裂型患者大眼哥说 别听刘大妈查诞 她的病情之严重 这辈子都不可能出院 由于冷淡姐 在鬼娃的蛊惑下杀了全家 因此其他精神病患者 都有点怕 她别量说 这种极度危险的人物 怎么能跟我们一起住呢 大眼哥说 你病的也不行 这里没有一个是沈罗登 医生忧郁处拿出一个 叫查克的娃娃说 为了治你的病 我打算以毒攻毒 看看有没有用 杀了自己儿子的精神病患者 不正常一看 激动的是化之乱颤 一把就把娃娃抱在了怀里 说我的怪吧 娃娃 我终于找到了你 转场之后 冷淡姐外甥女的法定监护人 金发姐来到了医院 金发姐说非常的遗憾 你外甥女因为伤心过度 已经领了喝汗了 她把这个娃娃留给了你 希望你能好好地照顾自己 附身娃娃的那个杀人犯查克的女朋友 她这次来的目的 就是为了把查克送进医院 然后趁机让冷淡姐零号砍 接下来啊 鬼娃拿着手术刀 开始寻找冷淡姐 当她正在锅道上瞎球转的时候 遇到了企业的刘大妈 刘大妈说乖别怕了 大妈不会伤害你 鬼娃一听就笑了 说我是谁你还不知道啊 我可是80年代最畅销的玩具 最冷酷的杀人犯 谁见谁敢看 刘大妈说我有精神分裂症 杀人也是不偿命的 鬼娃说行你有种 等我忙完正事再回来收拾你 随后鬼娃来到了冷淡姐的房间 发现冷淡姐竟然割腕自杀了 第二天的一早 当冷淡姐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居然没有嗝屁 而且鬼娃还在地上留下了一行字 说想死可没那么容易啊 而就在这个时候 警报声突然响了起来 冷淡姐来到房间一看呢 发现鬼娃已经让刘大妈领了二话 而且鬼娃还留下了血书 说杀人者武松 哎不是杀人者查克也 当医生忧郁初爆出金发姐的名字之后 冷淡姐一巴根就窜上一股凉气 说那个金发姐就是附身娃娃的 连环杀人犯查克的女朋友 那天她拿来的那个娃娃 已经被查克给付了身了 忧郁初说看什么国际玩笑 别胡说八道 冷淡姐说这娃娃如果不是查克那个杀人犯 那你就证明给我看 忧郁初拿着打火机烧了半天呢 娃娃连坑都没坑一声 冷淡姐一看也有点懵了 当他鼻梁准备把娃娃扔掉的时候 鬼娃上去坑吃一口 把他鼻梁当时就瞎咬了 他鼻梁说这娃娃就是查克那个杀人犯 忧郁初说别扯淡了 你肯定是有犯病 赶快给他打一针 让他冷静冷静 被打了针的他鼻梁头脑虽然清醒 但身子确实一动也不能动 鬼娃说你这种人活着也没啥意义 干脆我送你先上帝 转场之后忧郁初说 自打你来到医院之后 刘大妈和他鼻梁先后被杀了 为了找出真相 我现在必须给你催眠摸摸情况 冷淡姐被催眠之后 忧郁初就开始动手动脚 鬼娃从后边一酒瓶就把忧郁初给做蒙圈了 说这孙子太坏 居然比我还变态 转过天 不正常旧病复发就把娃娃给杀了 忧郁初一看这情况 只好把娃娃给埋葬了 到了晚上 得知情况的胡子哥赶到了精神命运 保安说态势时间已经过了 今天的盖部会客 胡子哥上去一拳就把保安撂盘在地 然后顺理成章的住了进去 冷淡姐坐在窗口 眼瞅着被埋葬的那个娃娃 从土里伸出了一只手 吓得是浑身发抖 而与此同时 忧郁初也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 然后经过连环杀人犯查课的发工 三个娃娃全都撑了精神 当忧郁初准备再次占冷淡姐便宜的时候 又被鬼娃一酒瓶撂盘在地 接下来首先挂掉的是不正常 女护士走进房间一看 吓得是花着乱颤 说这活给我多少钱我都不能再干 太吓人了 紧接着是男护工大长脸也跟着领了盒盘 然后鬼娃又附身在了冷淡姐的身上 让忧郁初这个死变态彻底吸了菜 转场之后 鬼娃来到了关押胡子哥的房间 原来忧郁初收到了那个娃娃 正是胡子哥进来 胡子哥从鬼娃肚子里掏出手枪 直接就让鬼娃领了便当了 而就在这个时候 被查克附身的冷淡姐出现 查克说你要是开枪 冷淡姐就让了盒盘 胡子哥哪管那么多 一扣扳机 枪里居然没子弹了 影片的最后查克走出了医院 和门口的女朋友金发 也是打情骂笑又来又报 最后两人开着车绝尘而去 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经嘛 变态连环杀人犯 一直不停在作案 好人基本都死光 这也实在太扯淡了